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在上一集当中,我们看到了鸦片战争刺激了华南地区 广东民众奋起反抗入侵 引发了战时的三原理抗英事件,以及战后的反入城运动 这一时期,广东社会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一是团练的大规模新奇 二是反洋人主义的形成 三是反政府意识的出现 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了回应外来冲击的基本模式 但是事情绝无这么简单 对政府的不信任,还有团练武装的壮大 正在动摇着华南地区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 孕育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定因素 这些不安定因素在1850年到1856年间集中爆发出来 升级成为遍布整个华南地区的叛乱 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 西方的入侵为华南社会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如果不了解这些变化 你就很难明白 为什么在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广州城最终选择向外部世界屈服 导致华南不稳定的诸多因素 首当其冲的那就是华南社会权力结构的倒转 在鸦片战争之前 地方官员对于士绅总是保持着一种既依靠又提防着的态度 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数量总是有限的 没有城市和乡村广大士绅的支持 他们很难控制庞大的人口 维持治安 虽然士绅的作用如此巨大 但其权力如果不断扩大 就会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 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运转良好的政府来说 都是值得警惕的 所以士绅在之前的统治体系当中 和政府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士绅可以帮助朝廷进行统治 但政府绝不允许他们控制民众 更不能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武装力量 清朝在任命官员时 一开始实行原籍回避制 也就是说不允许一个官员回到家乡担任官职 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政府官员和士绅们联合起来 无法有效地管控士绅 从而让他们做大做强 这一平衡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 团链大规模兴起发生了改变 在激烈的反洋人运动中 士绅建起了自己控制的团链 影响力不断增强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当时一个叫李方的士绅 他在三原里北面的石井乡建立了生平社学 社学原来是乡村的教育机构 团链兴起之后 这里就成为了团链的指挥中心 到1841年年底 生平社学下边有了15到18个团链局 每个团链局都号称有将近万人 而当时在广东一线战区作战的朝廷正规部队 也不过就数万人而已 从中就可以看出李方控制的团链势力之大 与这相对 政府这边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一方面政府在和英军的作战当中总是失败 软弱无能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因为军费开支高昂 政府只能不断借助士绅的捐款 来维持财政运转 力量对比中 政府开始落入下风 士绅开始作大 接下来团链运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把目标定在单纯的自我防卫 抵抗外来侵略 一些士绅开始利用团链进行社会控制 扩大自身权力 这带来了华南动荡的第二个因素 华南地区出现了剧烈的贫富分化 这种情况 在那些控制了宗族领导权的士绅那儿 表现得最为明显 所谓宗族 也就是以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的家族 这在广东地区是最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 对于一个宗族来说 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本族的田产 通过出租足田可以获取经济利益 用来资助族内儿童上学 帮扶本族的贫困户 有时候这些收益 甚至是直接拿来分给族内的各个家庭 足田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每个宗族只要有机会 就会扩充自身的土地实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宗族间的摩擦和泄斗也就不可避免 那些掌握了团练力量 或者是有财力雇佣团练的士绅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能够拿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在一个宗族中地位越来越高 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 借助了非经济手段 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 富有的宗族 或者是宗族当中有影响力的家庭 变得越来越富 而那些本身就不太富有的家庭 和宗族恰恰相反 变得越来越穷 当反洋人入城运动还在继续时 宗族势力目标是一致对外的 但是过了1849年 外部的压力暂时缓解之后 宗族势力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很多人发现 宗族的头领 对他们这些下属的侵夺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多的农民心生不满 开始成为流浪者 盗贼等不安定分子 有人甚至加入了 反政府的秘密社团之中 除了这种贫富分化外 广州地区越来越糟糕的经济情况 也使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 这就是第三个令人不安的变化 广州地区的经济受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遭遇了重创 大量的失业人群 助长了华南的动荡 1843年 广州开部之后不久 欧洲就遭遇了1847年商业危机 这是近代第一次因为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 在经济危机期间 广州的外国商行不少都濒临破产 导致了大量的货物积压 而南京条约的签订 使得上海也成为了通商口岸 这样新的贸易机会就出现在了广州之外的其他地方 很快 整个国家的贸易中心分裂成了两个 以茶叶贸易为例 虽然江西湖南湖北的茶叶仍在广州交易 但浙江安徽的茶叶却流往上海进行交易 广州市场的贸易份额缩小了 除此之外 这晚两省茶叶流向上海 原先茶叶南运广州的线路上 很多挑夫和船夫失业了 数量有十几万人 这些庞大的失业人口 成为了反政府的秘密社团 盗贼还有匪帮的招募对象 从而极大的加剧了华南地区的动荡 虽然华南地区一直都有反清的秘密社团存在 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比较小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 这些秘密社团的势力不断增强 有些甚至把组织扩展到了广西的边缘山区 在那儿既有为躲避政府打击的亡命之徒 也有暗地里进行鸦片贸易的走私者和挑夫 还有从珠三角地区过来的海盗 各种势力的会合 使得广西成为了混乱滋生的温床 太平天国就在那里诞生 之后他们往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方向突围 没有冲向广州 但是当时的动乱遍及全社会 其他一些秘密社团早把目光对准了广州城 希望可以劫掠一番 1850年下广西的一些造反者开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 攻击广州附近的县城 这一举动鼓舞了其他秘密社团 他们迅速汇集到一个叫林十八的人手下 当时的广东巡抚叶明琛 以金钱官职为诱饵 通过收买当地土匪的方式 成功破坏了造反活动 并且击败了林十八的军队 之后他受到皇帝嘉奖成为梁广总督 但是他的小聪明并不能够帮助 华南地区躲过更大的灾难 在全力倒转民不聊生的局面下 最终征税与抗税成为了华南动乱的导火索 广东爆发 红金起义 政府彻底失去了他的权威 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秘密会社的叛乱 给广州地区的士绅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他们不断捐款给政府作为军费 1850年底 咸丰皇帝下令免除广州地区两年的填税 这本来是为了安抚民众 让他们可以暂时休养生息 但是当地的官员却隐瞒了免税的命令 私下继续征税 当真相暴露之后 一场广泛的抗税运动就蔓延开来了 1852年 1853年 两年 华南接连农业欠收 再加上商业不景气 百姓没有收入 可是政府呢 却还在加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秘密社团 秘密社团又反过来 不断地劫掠乡村 这使得原本就混乱不堪的局面 走到了危机爆发的边缘 1853年年底 东莞县的一些宗族 抗缴租税 为了防止这一运动在其他地区再次上演 叶明琛决定杀一紧百 对东莞进行严惩 第二年年初 官军以搜捕会党为由 杀了很多人 其中一个死者的兄弟 何六 是秘密社会成员 在悲愤之下 他召集人马 攻打东莞县城 其他秘密社团呢 也都举旗造反 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金起义 之所以叫红金起义 是因为这些造反的人 全都头戴红金 身穿戏服 设置将军 元帅 先锋 军师等职位 同时举白旗为号 红金军不是一支军队 也没有什么合作计划 只是因为有人造反了 于是呢 全都跟着反了而已 红金军一度占领了 广州城周边的县市 进而围攻广州 局势已经非常危险 这时候 士绅们组织的团练 再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 城市的团练 增强了防御的能力 官军得到民间团练的补充 成立了护城委员会 由具有声望的市民 组成董事会轮流主持 商人们也积极捐款 广东十三行的航商 五重药 他一个人就捐了五十万两 有了这些保障 广州顽强的挡下了叛军的进攻 其次 那些被拖在城外的叛军 因为攻城不下 反而开始争夺内部的领导权 陷入内斗 再加上每天巨大的物资消耗 他们只好抢劫农村 以战养战 时间一长 红金军得不到攻击保障 力量逐渐被削弱了 最后 乡村地区的团练开始了反扑 一个叫做欧阳全的佛山人 在当地组织了一支团练联盟 顺利地阻止了叛军主力 向广州方向的增援 其他各地的士绅 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团练 并一个村一个村地 从红金军上收回失去的土地 经过漫长的拉锯 到了1855年 红金军还是被打败了 这次评判之后 原先地方政府与士绅的平衡 被彻底打破了 富有的士绅和宗族 完全地掌握了农村 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他们甚至把收税的权利 也承包给了士绅 只要士绅能够上交一部分给官府 并且在关键时刻支持官府 他们就放任士绅去压榨农民 好了 关于第二部分内容的讲解 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结一下 不断兴起的团练 在抵抗英军入侵之外 还成为了士绅进行社会控制 扩大自身权利的工具 广州地区每况愈下的经济情况 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 秘密社团不断壮大 红金起义的爆发 政府不得不完全依赖士绅的力量 当起义平息后 富有的士绅和宗族 完全掌握了农村 官府和士绅之间的平衡 被彻底打破了 西方的冲击 使得华南地区的政治根基发生变化 有了进一步跃出传统的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